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部杀手号打入了欧美市场 辨定它成为国际巨星的地位 他吸收了过往的经验 再次执到一部迎合东西方观众的电影龙少爷 在成龙的身典龙少爷里面 不但有精彩的喜剧前置 而且每分钟都有难度极高的动作场面 你看看这场广东民间风俗长包山的拍摄过程 场面真是壮观而逼真人 成龙在五十多尺高的包山顶一直滚落地下 充分地表现出他新鲜时出勇冠山军的作风 这群手足见到他这么拥命 亦都捅死无大害 一与奋勇向前 根本不理受伤是什么的一回事 台湾当局有见及此 特别通知医务局派出几部救护车駐守现场 因为导演的要求高 再加上危险动作多 而且每天都要动用四千多位临时演员和龙虎舞师演出 这场戏续续拍了三个半月 如果大家心不水清 在成龙拿着抗音器发酷斯灵的时候 可着的衣服就知道是由天冷华到天热 这场戏继续废大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的票房纪录《你追我赶》 观众的水准不断提高 影坛生受人才辉出 令到《新京片》导演于一生的成龙 受到很多无形的压力 使得个废寵忘餐 连生日都要在片场动过 曾经有人问他 究竟拍西片轻松 还是拍博片轻松 成龙就说 拍西片有私人专用的空气 调节豪华游览车 各样都有人服侍周到 当然是拍西片舒服 而且拍一部博片的时间 可以拍几部西片 要赚钱 要赚钱 拍西片会赚多很多 而龙少爷 就是成龙推了几部西片不拍 一心一意 落足心机拍的电影 这场在电影从来没见过的踢演比赛 也是龙少爷里面的重头戏 其中有一个镜头 成龙要求 由开始到把演员踢入龙门 中间经过很多传送及拦截 还要拆处入网 你以为说说这么容易吗 结果因为摄影机开动的时间太长 连摩打也烧了 在开始拍摄那几天 那些武士真的踢到脚就起得远迈 连走路都走不到 但是在拍完这场戏之后 个个都身兴如烟 变成踢演专家 据他的经理人陈志强说 成龙周时睡一觉 不如忽然跳起身打几招 然后再睡过 有很多曾经跟他睡在一间房间的人 都另教过他那些特如其来的税拳 由此可知 他对这部片是多么重视 哇 我这么对法 还不得了 下面看不到上面 上面又看不到下面 如果一下错手 或者反应不够敏捷 满下手连年龄都没了 这场戏有很多危险镜头 大家都提供替身 但是成龙就坚持一定要自己亲身上阵 因为这些难度这么高的动作 只有他才可以做得到 除了以上介绍这么多精彩的东西之外 在龙少爷这部电影里面 还有很多场面 包裹你看到美丽色图 有很多颜色图的 我说我说做很严重的 我靠近了 我靠近了 这方面 我靠近了 他就再来 这个地方 你靠近了 那么在那边 你这个人 我靠近了 我可以让我靠近了 都很快 我靠近了 我靠近了 可是我靠近了